NBA为了纪念成立75周年 在2021年10月进行了历史75大球星的评选 其实NBA早在成立25周年和35周年 50周年时都举办过相关活动 但是在25周年和35周年时 当时还没有25大巨星或者35大巨星之类的说法 而是成立了一个叫NBA35周年纪念队 25周年的也一样 然后有11位球员成为这个纪念队的成员 当时NBA官方还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奖项评选 就是谁是NBA历史最伟大的球员 在当时来说 这种奖项没有什么悬念 就是凯尔特人的民宿比尔拉塞尔获得 这可是官方认证的评选啊 但到了75大巨星评选时 官方可不敢明着做这样的奖项评选 但在颁奖典礼的最后时刻 官方的出场安排似乎也告诉了大家 谁才是官方认证的GOAT 本次75大巨星的评选组 由88位成员组成 其中包括球队搞管 退役球员 教练 资深媒体 以及两位WNBA传奇人物 球员评委嘛 包括乔端 皮鹏 奥尼尔 罗伯特森 诺维斯基 邓肯 保罗 库里等等 教练评委包括汤帅 波波维奇 威尔肯斯 还有著名女篮运动员 丽莎莱斯利 坎迪斯帕克等等 资深媒体人包括美国洋溢 总之评选组阵容那是相当豪华 所有人采用投票方式选出75人 至于评选标准是什么 比如你至少要得过几次得分王 几次最佳防守 几次总冠军 几次最佳阵容一阵 几个MVP诸如此类的评选标准 一概没有 完完全全就是凭借评选组成员的主观意见 评选出来的 说白了就是 你喜欢谁 你就可以选谁 所以这种投票方式是肯定有弊端的 75大巨星完整名单如下 大家可以暂停观看 由于出现票数相同的问题 所以最终入选的人数为76人 75大球星将之前96年选出的50大球星全部保留 这说明NBA评委团和NBA官方对历史严肃性的敬忠 并且在评选NBA50大巨星时 那些令人遗憾的遗珠也在75周年之际得到了补偿 比如人类电影《金华》 威尔金斯 鲍布麦卡杜 搞心态大师罗特曼 雷吉米勒 和手套加利佩盾 两大豪门 凯尔特人入选18人 胡人入选17人 有冠军加持的FMVP中 有7人未能入选 当然 未入选的遗珠还挺多的 比如争议挺大的霍华德 为什么他不能进 顶级蓝领不能进 那为什么罗德曼能进 评委说 罗德曼跟着乔丹皮鹏拿了几次冠军了 肯定可以进 跟着老大拿冠军就能进 那为什么加索尔不能进 评委说 加索尔囚风偏软 是跟着老大科比拿的总冠军 所以他不能进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安东尼戴维斯能进 他也是跟着詹姆斯拿的冠军 评委说 他攻防兼备 那说到攻防兼备 为什么克莱汤姆森不能进 顶级3D有攻有防 也跟着库里拿了冠军啊 那卡特打的时间更长 也没劲啊 要是继续这样吵下去 75大估计到现在也没选出来 威少的入选当时争议也挺大的 主要是积累的荣誉相对不多 官方在公布完最后一批25人名单 后来官方又加上了威少压少入围 并解释说 是因为和威尔金斯票数并列 所以增补入选者 最终的75大球星变成了76人 奥尼尔在1996年入选50大时 他手上还没有什么硬性荣誉 连最佳阵容一阵都没有 在颁奖当天他受到了非常大的虚声 幸好当天他没来 不然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人类电影精华威尔金斯的得分能力 和全面性一直被低估 在96年50大评选时 很多人就认为应当由威尔金斯替代奥尼尔入选 当时50大巨星评审团 是由一批德高望重的NBA高管 传奇教练 退役民宿和权威媒体代表组成 很多人认为 其中入选的凯尔特人派系 和胡人派系太多 所以在投票时 帮助奥尼尔和比尔沃顿 这类有争议的球形入选50大 威尔金斯的得分能力和身体素质 在1982年那一批新秀中是最出色的 但手握状元签的胡人 却选择了沃西 主要是担心 威尔金斯不肯屈居于魔术师 和贾巴尔身边 干当绿叶 沃西在胡人拿到三次总冠军 并当选1988年FMVP 而威尔金斯得分虽多 但终身无贯 所以不得不说 威尔金斯的命运也是令人惋惜 好在威尔金斯成功入选75大 也算是补偿了个人遗憾 现役球星共11人入选 其中最具争议的是 带队能力和个人荣誉都有限的利拉德 一位记者直接晒出利拉德 和霍华德的荣誉对比 认为利拉德能入选 而魔兽落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 利拉德都可以入选 自然也会让部分落选的球星感到不满 比如克莱汤姆森 在社媒写道 尽管我的篮球水平还很稚嫩 但我认为我应当入选 然后杜兰特还给克莱点了个赞 此外 欧文也认为他应该进入这份名单 他说 我真的很敬佩联盟中的许多天才 他们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让人们遵循正确的道路 或者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只能告诉你我的感受 我绝对认为 自己应该进入75大巨星的名单 妹妹还爆料 说欧文原先是在75大巨星名单上的 万往甚至都准备好了他的宣传视频 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拿掉了 除了以上提及的遗珠 还有帕克 罗斯 吉诺比利 麦迪 卡特 本华莱士 比鲁普斯等等球员 2022年NBA全明星周末迎来了正赛 在中场休息环节 NBA举行了盛大的75大巨星颁奖典礼活动 这也是本赛季NBA的最大主题 在75大巨星合影的环节中 乔丹没有亮相 老詹低调站在最后一排 坐在第一排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传奇巨星 天沟贾巴尔享受了C位的待遇 球星出场顺序是按照前锋 中锋 后卫顺序出场 这与97年的50大不同 50大是按照后卫 前锋 中锋 所有超剧出场顺序如下 大家可以暂停观看 有趣的是 虽然官方没有明说 但出场顺序似乎也是略有规律 前锋最后出场的是勒布朗·赛姆斯 中锋最后出场的是贾巴尔 而后卫则是乔丹 但这种东西都是民间的猜测 NBA已经发展了75年 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人物 官方也不可能去排 所以名单公布后 各个媒体就马上公布了自己的排名 罗德曼的出现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现场人气不俗乔丹 这场典礼一共有44名巨星到场 32名球星缺席了这次世界大聚会 除了很多历史巨星已经去世 还有一些球星因为个人事务也无法赶来 比如杜兰特因为外婆去世 威少是因为妈妈生日而缺席 乔丹是所有巨星中最后一个出场 而且球星站立了原型平台中心位置 就是给乔丹预留的 当然乔丹非常谦虚 当他在众星的掌声中走进原型平台后 只是短暂的在中心待了几秒就马上下来了 不过从这个安排也能看出 乔丹就是所有评委公认的GOT 谁公认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除了之前选出的50大 这次的75大只能增加26人 所以就像是每年的全民新赛一样 总会有一株 这就是游戏规则 不管怎样评选 这都是NBA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有争议才有热度 有热度才有流量 有流量才有 不知道视频前的你 对于NBA75大巨星的排序怎么看 各大媒体的排名 哪一家是你心目中的传奇榜单 约基奇 东基奇 霍华德 欧文 能进百大吗 欢迎把您的想法写在评论区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感谢能够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也感谢您的点赞 收藏 投币 如果您对篮球感兴趣的话 也请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